會不會是因為你的關係 讓你來講 都沒有得到 你不要這樣 剛剛就好 你怕有人講這個 欸 欸 對 你不要來跟我們走紅毯啦 找到了啦 我們參個好好的 對啊 找到了 我還帶木木來 今年應該是我最後一次 參加金鐘獎 因為我本來 我已經十年沒有走紅毯了 對不對 那因為留給年輕的好手 這個江蕙姐姐二姐 留下一個很好標杆 吳宗憲放話 今年最後一次參加金鐘 露西派牛肉麵裝 紅毯代賽被圍狡 找生命中的每一天 讓我將生命中最了亮 得拿一彈 各位 我身邊都是神經兵 只有我不是 因為我是院長 哈哈哈 藝能界的邊緣人 露西派 令人感動 從頭到尾都在 因為他為了要證明他今天在這裡 真的沒有要去喔 有被約沒有要去 玩自己的鳥掉 不要在外面 不然 其實原本是喔 姊姊就跟我說 我陪他走 我就說欸好啊 終於有機會可以帥帥 然後我就想說 趁這個機會宣傳一下牛肉麵 現在還發生一個插曲 差點不能穿 因為一些就是品牌 Buck的事情 但後來就是 跟玩很大一起走 我就覺得欸很開心 應該男友人是 根本就沒有節目 然後還走兩次紅毯了 各位 我上第一次喔 都沒有得到 你不要這樣 我剛剛就很快 有人講這個 欸 欸 欸 對 你跟我們 前面你跟我們走紅毯啦 找到了 我們三個好好的 對啊 找到了 我還帶木木來 今年應該是我最後一次 參加金鐘獎 我本來 我已經十年沒有走紅毯了嘛 對不對 那因為留給年輕的好手 這個江蕙姐姐 二姐啊 留下一個很好的標杆 再得獎 也沒有那一份當年 出世上舞台的那個激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留給年輕的朋友 是因為玩很大沒有的 欸不是不是 誰得獎 我都開心 但是你要讓這個市場擴大開來嘛 立足台灣 放眼全世界嘛 講華語的地方 他們都邀請人家來參加 金... 我們的金鐘獎嘛 今年是我為大家服務的最後一年 再次謝謝大家 我就節目照做照做 好不好 我說 我不再參加金鐘獎了 沒有什麼意思啦 意思不大 憲哥有覺得 一支跟市場要分開 不是要分開 商業電視台的要分開啦 對那是很簡單的道理嘛 要不然台灣的節目會越來越退步 市民一支跟市民擺在一起 結果最後是一支得獎市民四個都過 所以憲哥覺得 那千金的話我們就把它打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我要講幾年嘛 台灣的綜藝節目要有希望的話 好不好 只要有講華語的地方 我們都要能夠出現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出現呢 你們努力在哪裡呢 我只看到你努力 把台灣的市場全部斷送啦 但不用擔心啦 憲哥已經開闢好了 我又開好了 好嗎 隨時